因為它其實在中藥其實不太分科 那不分科的原因其實在診療上 治療上 我個人的臨床上感覺 就是說其實 不管是開藥 開放治病 或追究治病 那甚至那一些 整腹方面的 其實它其實是整個相關的 為什麼 因為 你的內科疾病會引起那個所謂的那個 三科的酸痛的問題 可是你的酸痛的長期臉積久了 會引起內科疾病 就是中醫所講的就是說 你的酸素內病顯出於外 有內在臟腸部的毛病 會引伸到那個外在的那個 經濟 經絡 經脈 或 阻塞 那你的經脈阻塞的結果 也會長期導致你的內臟的病變 那在這個整個範圍下 我覺得 最顯著 最明顯的一個問題是 大家會常聽到那個急症的問題 其實急症的問題來講的話 其實是比較 比較難處理的 那以我來講 我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 一段我們學中醫 就學中醫嘛 那 我是比較運氣比較好 剛好遇到一個老師 那那個老師也算是民俗調理 重重整腹方面的 那我們的老師有三十幾年以上的經驗 那 那我老師常給我的一技術的時候 其實是 也要他的精華 以前他們在整腹 你在明天看到就說 他都是比較肝萌 有甩脖子的 扭腰有沒有 那大家也怕有危險 那當然我老師以前也持續了那一套 他年紀越大的時候 他身體越來越不好的時候 他才比較越精深越輕巧的東西 那 從某條件就是借意實力 那 剛好我就和小 所以我沒辦法這樣抱著看 一個人 我抱一抱 然後給他甩一甩 動一動 我大概也會沒力氣 如果說我三十多萬左右 甩兩個 我可能就看不下去 後面可能就要挺胖 所以那剛好 常常要學習到一些某些比較特殊的東西 那其實這東西其實在我們臨床上 我們回過頭來看中醫的東西的話 會發現了說 其實在皇帝內心其實裡面 跟那個就講到一些 其次後面的問題 其實提到蠻多的 那那個其次的問題來講的話 就是說 我們再看其次的問題就是說 一般 其實大家回想一下 一個人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他 他如果說這個 這個老年人 我們常常會很清楚 年紀很大 他只是走路的見目如飛 對不對 走路很輕巧 其實大家仔細看一看 他的脊椎已經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筆直 如果彎腰駝背 他這樣走不走 你這樣走 你就覺得這個病很重 那為什麼呢 其實 其實這脊椎保養要從 從平常就要開始做起 甚至連小朋友 兩三歲 一兩歲 只要一兩歲就要太早了 在四五歲小孩就看著保養 所以要注意 我要注意其實最主要的第一個 第一個問題就是 不要翹腳 那現場可能大家也習慣 我就建議大家不要翹腳 然後那個 呃 大叔跟妳講為什麼 然後 第一個不要翹腳 然後不要翹腳 然後坐椅子呢 很多人呢 大家看那個 這樣子 我們看很多現在的床 不是很多都是那個 照拍椅嗎 大家坐在椅子上 這樣躺著看啊 怎麼像那個 像那個木頭一樣做 可是大家知道嗎 其實這樣做的過程當中 你的骨架其實都歪掉 歪掉的話 他會有什麼問題呢 呃 呃 我平常常看過有好幾個小孩 大概國小大概三四年級 那你就很奇怪 那爸爸媽媽就說 這小孩 常常那個說什麼腳帶痛啊 膝蓋在痛啊 腳踝在痛啊 大家說 是不是生長痛啊 你小孩的長蓋生長痛 我剛剛一趴著一看 整個 屁股都歪掉了 兩隻腳就很長短 其實就是說 我就說你們是不是在家裡 都亂做 其實很多我跟你講 大家其實在現在來講的話 幾乎現在都是買沙發椅 沙發椅在做的時候 譬如都歪掉軟掉 連大人都歪掉 大家不會叫小孩好好做 我記得以前小時候呢 椅子都是硬的 所以大家做起來都會很正 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然後另外一個 我想先調查一下 大家家裡買的那個 睡的床是屬於 比較軟的床 譬如說講 我先問一個 大家睡的床是買那個乳膠枕的那種 譬如說機床的請舉手一下 我想大概看一下有多少人 不用客氣我等一下給你講 為什麼不好 1 2 3 4 至少有快10個 我想應該不止10個 很不好意思 然後那個睡軟床 現在不是睡那個毒液紅的嗎 毒液紅其實有分軟硬 那有的很軟的像海綿一樣 其實呢 你睡腦轉彙的最大的問題是 你的督脈整個系統會堵塞 那堵塞的結果是說 其實有些人就說 我才遇到有些女生患者來說 他很舒服 說不出來全身上下不舒服 可是他整個很習倦 你從內科雜病去治的話 其實 效果很有限 為什麼 你一回家一睡 他整個脊椎都 就出問題 我們的脊椎像一個骨牌一樣 一個一個這樣疊 一個一個這樣疊 可是你最短床的時候 你的脊椎可能會歪掉 然後最嚴重的問題是 其實你一趴著 你把他摸大脊椎 中間這個地方 你的肚脈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他其實跟旁邊的肌肉會有一點 凹陷 有一點骨 骨勾的感覺 可是你常睡的話 他中間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勾 其實是不見 你一摸的話 他其實 整個都黏在一起 還是黏乎乎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他全身不會 不會舒服 不會舒服的 那我們的脊椎來講的話 其實 其實這也是我們中醫講的 肚脈這個系統 我們肚脈來講的話 主要是從這個 尾椎這邊 開始往上 那其實 中國古代 皇帝 還有那個 我們最常 聽到的就是 中醫院這邊就講 華陀夾肌 那為什麼叫華陀夾肌呢 其實 以前古書的記載 在華陀 他在治病的部分的時候 他曾經講過 就是說 在脊椎旁邊 沿著脊椎兩側 他做一些 所謂的 就是 用愛揪 揪的話可以是內科雜病 那至於為什麼可以是內科雜病呢 其實 他這個脊椎系統 他旁邊過來就是膀胱筋 膀胱筋是管人體所有的很多內臟的反應 那 其實說我們這樣這樣看 我想 來這裡的話 給大家一點說 或者說怎麼 討論這些東西 你常看到的 他就說我們 腰 很常腰痠痛的 他腰的話 其實腰很硬很直 腰很硬很直的原因 主要是 大概其實大概可以想得到 他大部分是 比如他做事情 他常常都是這樣蹲的 就是兩隻腳同時這樣蹲的 你蹲的會怎麼樣呢 你的腰肯定變直 然後呢 這個是長期經年累月 會多久呢 不知道 可能 可能 快的話其實大概半個月大概 大概就出問題了 但是沒有自覺 大概 會累積很久 所以有的人很喜歡 做小板凳 有的賣菜的阿桑啊 有沒有 他那常賣菜的谷底 不怕不怕 那肯定的 肯定喔 而且他很難巧 很難倒 其實不需要 花很多東西去幫他們巧 我們只要給你一個 簡單的觀念 你回家自己做 你可以做 最簡單的自我保養 那所以 腰椎很值得其實蠻多 那另外的有的是 比如說腰椎 腰椎 比如說他是那個 比如說有的腰椎 最主要是從 123 腰椎這邊有五椎的話 他們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說 很多就是腰椎出問題 你去西醫看大家的話 西醫在講那個所謂的做骨死瓶痛 當然講那個腰椎鍵盤突出 那腰椎鍵盤突出就是所謂的 這個椎體 中間這個椎鍵盤 往後突出 其實這個椎盤突出 他往後突出的最大的原因是 不是說因為 原西就說所謂的 這邊是神經壓迫 神經壓迫 所以他要開刀 可是其實 他為什麼壓迫 其實他是結果 那不是原因 中間的治療其實很簡單 我們在治療 把這邊經過細節 把它打通 把這種方法 包含你 開藥 針灸 包含整腹 其實來講的話 為什麼這麼壓迫 其實就是它跟骨骸一樣 比如說這一椎跟這一椎 你的 你的力量 你的那個 太緊了 這邊那個肩距太緊 為什麼會緊呢 主要是它那個 它那個 脊椎跟脊椎 脊椎兩側的 那個肌肉太緊繃 所以其實 其實很多那個 去找西 他們要給它那個開刀 像那個 脊椎的蜀蜀 蜀蜀開刀 十個大概 只有兩個需要開刀 大家不覺得很驚訝 你被頭蜀開刀的 其實大概 十個真正 需要大概只有兩三個 那其他來講 你要怎麼去 把它保養起來 那個很簡單 你只要把他周圍的肌肉放鬆 他整個就有彈性 因為他壓迫 為什麼壓迫 所以是周圍的肌肉緊繃 那我們傳統在中醫針灸 就是用那個滑脫夾劑把它針灸 或是熱膚 貼藥什麼的 所以其實很多人就相信 一些西醫的治療 開完刀 開完刀其實大概 醫生沒辦法給你保證說你 開完刀已經就是完全恢復了 所以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你要包含這個東西 其實 最重要的原則就是鬆 那怎麼鬆呢 鬆我們呢 其實我們古代在 道家練功 或說 在講一些東西的概念裡面 或中醫的概念 其實 道家的觀念其實有 最基本的觀念就是鬆 或說在練武術什麼的 那我講這個鬆 就不知道 這只是心理上的放鬆 最重要是肉體上的放鬆 所以我們大家看 那小孩子啊 小孩子是跑跑跳跳怎麼跑 他就不會累 跌倒好像是不會瘋 不會受傷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了兩三歲 四五歲 兩三歲的小妹說 媽媽我肩膀算痛嗎 媽媽我腰痛嗎 我看這個小孩子 兩三歲在喊的話 他表示 蠻大的狀動 基本上因為那個小孩肌肉 非常裸軟有彈性 那不是他 他是裸軟非常有彈性 我們要讓自己的肌肉 越鬆越好 越鬆軟越好 那所以其實 那這樣 大家有沒有想到那個 去那個健身房 運動的肌肉啊 非常硬 那個肌肉非常muscle 非常硬 好大塊的肌肉 可是呢 連到肌肉會有問題 外向中概 這是真的 因為你的能量 跑到你的肌肉去了 所以當你的肌肉越來越硬的時候呢 你的那個全身經絡氣血氣脈 其實是堵住 這個是不自覺的 所以 所以 但有的練武功 練外加拳 練內加拳 練內加拳 練內加工 為什麼比較常做 因為他練的是那個調習的 他是調他身體的能量 所以他的肌肉就是非常柔軟有彈性的 所以相對來講 我們其實 如果說你的肌肉腸底是鬆軟的話 保養你的脊椎是鬆軟的話 其實你基本上的腰椎毛病會很少 那等一下我大概會跟他講一個蠻簡單的東西 讓大家知道怎麼去保養你的脊椎 保養你的脊脈這個系統 好 好 那其實另外來講的話 我們常看到有些人有駝背 好 其實駝背這怎麼辦 我們這個脊椎像一個鞭子一樣 這個呢 你這邊比較 往後吐的時候 相對性當中 這個腰最會往前凹的比較多一點 或者說腰會比較硬一點 所以其實如果遇到很多頭背的人 沒有把保養椎這樣壓化 所以呢 所以我們常常就說你如果說彎腰的時候呢 彎腰的時候對這個腰的傷害就很大 比如說我們拿這個東西了 你一拿的話 用手一拿的話 把這個力矩 有沒有 重量加力矩到腰其實 變得大概 幾十倍 所以你這樣彎腰我們基本上建議彎腰 翻動機是前後攻步 所以我們蹲下去大家記得蹲下去要向前後攻 不管是這邊攻就可以 不要兩個下去 兩個下去跟他講腰會騙子 然後另外一個 所以脊椎的活動他其實最好的是左右 然後另外一個最危險是往後攻 我曾經有兩個朋友 一個是我高中同學有一次過年回家的時候 我看他怎麼那個 腰椎要怎麼開刀 揹個鐵這樣 他說去他去公園啊 公園不是有輪胎嗎 跑可以往後癢嗎 他往後癢就表演一聲 送一天氣就好 而且不只一個 我還有一個朋友 我那個 然後後來 後來我的同學給我講說 基本上因為這樣去醫院開刀的好幾位 醫生講的 所以這個其實他有一個角度 大家記得就是 如果保養的話 有一個方法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所謂的那個 螳光筋 我們終於講螳光筋的系統的話 他其實 一個特別是說他是從脊椎兩側 我以為這個方法 這麼一會